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提醒一个四句记 来形容 一般人的心态 你在募款劝善的时候 你就比较能开解 这就是人 他一般的习性 这个第一个是什么 他讲劝君行善 未无前 我要劝你行善 你说无钱 我们这个开销也很大 我们这个女儿 现在靠到台下 第二个他要出国 这个我们最近买一台车分期付款 最近房子贷款怎么样 我们最近生意很淡 你劝他行善 他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 说没有钱 没有关系 一定会这样 常常常会这样 因为什么 人 人就是会这样 贪执 人不畏极 定出地面 还有人用这种说法 对不对 就形容人是自私自利 所以这样的人 你要耐心地开导他 不要说你小气 不要理你了 我们绝交吧 不用这样 你就慢慢开导 有一天 他就懂得布施行善的重要 原来很多的灾祸节都在布施中化解了 如果你过去生有参与见识 如果你过去生有见识 你不是一毛钱两毛钱的 就是说你有参与 现在人这个寺庙 当欠人 保持 这个寺庙要扶持的时候 就是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现在看 扶老太太过马路 老太太走路脚一软去 踏着脚头 要闻下去 那个时候 你去给他吵起来 哇 老菩萨你走路就走好 现在老公你不能过 老公 年轻的 多谢你 你叫我一名 那就是及时 对不对 如果走好 你去给他吵 对 我这老子 你要给我吃豆腐 我没钱 你要给我唱 就是人家正需要的时候 你不帮 人家都已经帮忙 你怎么去帮 要把欧巴桑捏练 但不知道时间 所以就说 劝金行善 人家要来劝你行善 这事件对了 你不要人边推善主事 人都需要引导 所以同学 你遇到这情形 没关系 你要资辟心 人家说努量资辟丹台的 是不是 这个劝金行善 未无钱 叫做有也无 我免记得有 我也跟你说无 真欠 真借 第二 就叫祸到临头 用万千 灾祸节来了 要花很多钱 是不是 这个就不要详述了 一直详述 灾祸节 大家听到惊述了 灾祸节到处有 大家体会 灾祸节一来 千万百万通通都用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说 有也有了 灾祸节 也要借出来 灾祸节来 谁没有灾祸节 谁没有灾祸节 大家都有灾祸节 那你灾祸节靠你的定存 靠你的保单 可靠吗 灾祸节来只有靠功德善德 其他没有办法 灾祸节死神一到 有钱人一样要死 当大官的一样要死 是不是 这个没有办法 以前 以前这个我们在 这个学佛的时候 有一个高雄 他父亲早上种田 他就是 他就是起来 瞬瞧他的残醉 这样走走 身体很好 都打赤脚 就早上都有那样 赶车交搬的 那个双乘巴士 对不对 晒来晒去 砰一下 当场撞一个植物人 这个就是 根本就没有办法 那他们就是 家人 那人的枕头 都没有人学混 就去问那个鸡童 那个王爷 王爷 父亲 就说 你老爷 这些什么 就是说 他的业障很重 他过去 就放火 烧死 一对新婚的夫妻 新婚之夜被烧死 进万魂 那他就说 你们是很虔诚的 那本王爷 会帮你处理 去跟他们沟通 你们下次再来问 这样 他就跟他沟通 回来下次再问 说没办法 老爷子还没生 说没办法 我有去沟通 对方说 新婚之夜 被烧死 进万魂 早很久找到你父亲 那现在 就跟他谈条件 那鬼 那对夫妻鬼 就跟他说 不然你超度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就算了 王爷就说 我自己都不再去 超度你们去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办法 后来就是 受佛今生 释迦牟尼佛的今生 世尊 第十二天醒来 好像是这样 已经是植物人了 这不可思议 这样佛今生 他送人 让人家去拜的功德 来超度这个冤情在主 第三句 叫做 若要留君 谈善事 如果我要把你留下来 跟你讲 你来兴仙 祖敌 保世 这个叫 闲也 闲也 闲也闲 明明很闲 他就跟你说 不好意思我想到我家家书没劲 水桌头不急 冤枉 他现在闲整间了 不好意思我要来走 奇怪 你就说再来泡茶 说到保世做神仙 穿着 溜冰雪走 走的速度这么快 平常伸手都没有这么矫健 这个叫做 闲也忙 你要留他讲善事 明明很闲 他也跟你说很忙 最后一句叫 无常一道 命归天 结果 无常来了 要来 勾魂赴岸 这个叫做 忙也去 你再忙 你都要跟他去 你说你多不容易 他 他会放你 会放你 炎王 要你 善精使 不可留人 道无精 对不对 你跟他谈 谈都别谈 你说我有什么 我做财产很多 我回 你现在不要带我走 我等一下拿一亿出来做功德 好不好 你不要带我走 他说拍谁啊 三天前有一个说要用一百亿做功德 我们一秒钟都不等也把他勾走 一亿跟一百亿平起来如何 对不对 你不是有钱人就不用走 无常最胖哪几种人 念佛人 大善人 参禅客 参禅 体悟空性的 抓他不走啊 对不对 现在要找他走 拍谁 我又发心 我又小宅养兽 而且又来要抓他走 我要做善事 我要大放生 我要印经 我要建庙 抓不走 那一般人呢 当大官 在什么的都一样 要你什么时候走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